在起司班 他对那些孩子甚至是很爱心 他很爱他们的 今年八月 马六甲子机志工赖美莲 被医师诊断 左身长肿瘤 经过治疗和努力 最终人不敌病魔 与圣诞节前夕病逝 真的很不舍他 这样快 只是四个月的时间 这样就离开了我们 把他所要的东西 我们要捐给自己 在慈祭路上 一起走下去 跟爸爸一起走下去 带着我的妹妹 首先要感谢你们 就是很像 为了我的亲戚这样子 能够找到那么多人来 大家为他 很像送他去又一城那样 2001年开始参与慈祭活动 赖美莲曾经因为 挤着的软骨碎裂 饱受病痛折磨 但却阻碍不了 他积极引发更多美味素食料理 成就更多人吃素 现在地球也是暖化 就是我们在推广素食 然后要给大家知道 素食也可以煮得非常好吃 色香味俱全这样子 让他们吃的也是很欢喜 我们这样子的合作 有四五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常常都是研究菜单 开菜单 然后有大活动 我们已经承担下来了 他要上课的时间 他都会早上过来 望一望 放学后就会 赶快就来投入 无畏病痛 认真付出 赖美莲的精神 令志工怀念 快很准 他算的东西 他做的东西 你想问他一下 他都跟你讲 你要这样 他不会浪费一样食物 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什么我都不会 就是都要跑来问美莲师姐 所以他真的在我心目中 是我的贵人来的 美莲老师在陪伴我 在帮助我 我差不多是天天都要跑 跑他家里 在他身上 我真的可以学习到 人生无常的那种感觉 就好像我的大姐这样 好老师这样 她每次都在教我 发挥生命良能 赖美莲把握分秒 造福人生 大海新闻 林慧珠 周一集 马来西亚马六甲报导